男人为了消灭花园里的老鼠 竟然直接扔了两颗手没过去 更奇葩的是 妻子还因此拨打了救援电话 就在遥远的几天前 男人发现后院的地面下沉了 他怀疑有老鼠在地下坐过来 于是立马买了二十多吨鼠粮倒在了周围 结果地面还在不断地下沉 无奈的男人有些无奈 又买来了高科技的捕鼠家 但是连根鼠毛都没抓到 这天男人提前下班回家 妻子就急匆匆地迎了出来 就在这时地下的捕鼠加油了 瞬间一脸懵逼 男人看了看装在家里的五百多个摄像头 又看了看邻居家的窗户 无数头羊驼瞬间在脑海里崩跑 第二天男人像往常一样正常上班 结果妻子刚回到屋里 就传来了一阵剧烈的爆炸声 跑出去一看 发现丈夫正在用手雷轰炸老鼠 妻子赶紧拨打了救援电话 但是消防员赶到现场之后 妻子却担心起了地下的老鼠 这一幕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 奇葩 参加这么多次救援任务 他们还是第一次救老鼠 这时妻子才说出了实情 说隔壁老王被埋在了地下 原来为了增加邻里关系 老王不辞辛苦地挖了一条地下通道 每次男人出门上班之后 老王就会顺着隧道爬过来 但是还是被粗心的男人发现了端倪 所以就直接招呼了两颗手雷下去 很快消防员就在地道中找到了老王 好在他除了全身骨折之外 并没有其他的伤口 所以说 地道有风险攀爬需谨慎 紧接着又一件奇葩的事情发生了 女人只想去做个头发 结果整个头却肿得像奥特曼一样 小小的大脑袋卡在机器里 怎么也拔不出来 吓得他立马在评论区狂发狗头保护 不到三个小时 救援队就赶到了现场 消防员怀疑他是对染发剂过敏 女人瞬间就不淡定了 这不是一家五星级的理发店吗 怎么会用如此劣质的产品 一旁的老板还在不停地吹嘘 他们的产品如何的高大上 简直是太不要脸了 眼看着女人的大脑袋 怎么也拔不出来 队长只好命令使用大型切割机 他还贴心地提醒队员 尽量给他留一个完整的脑袋 女人表示自己下午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希望消防员赶快把他给救出来 一阵梨花带闪电之后 女人头上的机器终于被切开了 随着机器慢慢地迅速拿开 一旁的吃瓜群众立马被吓傻了眼 此时女人的脑袋已经肿得像脑袋一样大 理发店的老板也时刻地闭上了嘴 看这样的架势 估计能陪得他连内衣都不剩 就在消防员送他去医院的时候 旁边的黑妹调侃说 估计他选不上那个角色 结果令人意外的是 女人竟然视镜成功了 我觉得他肯定是大头儿子的角色 你们认为呢 接下来又有一个母亲为了给儿子买玩具 竟然做出了一系列奇葩的事情 从来没想过跳舞玩具压这么火爆 刚刚上架十秒钟 就被吃瓜群众抢够一空 幸运的眼镜妹成功拿到了最后一个 结果却被一旁的男人直接抢了过去 生气的眼镜妹有些生气 就在男人还在嘚瑟的时候 眼镜妹直接从包里掏出了防狼喷雾招呼了过去 这是一个年纪轻轻的大妈还想趁火打劫 结果也被眼镜妹撂倒在地 此时女人已经喷上瘾了 开始对着周围的吃瓜群众无差别扫射 真可谓是人挡杀人佛挡杀佛 三下五除四的功夫 百米之内无一人性命 就在这世有人让他举起手来 眼镜妹旁观一扫 发现是一个圣诞老人 圣诞老人让他先把防狼喷雾交出来 就在圣诞老人慢慢地迅速走过去的时候 眼镜妹突然意识到这家伙可能也是来抢玩具的 于是直接把整瓶防狼喷雾都喷了出去 很快眼镜妹就被警方抓了起来 但是好在自己还是抢到了一个跳舞玩具鸭 结果警察的一番话瞬间让他小心脏凉了半截 这个跳舞玩具鸭需要被当作物证扣留下去 赶来的消防员立马对受伤最严重的圣诞老人进行了救治 他的两个眼珠子肿得像眼睛一样 一旁的小朋友立马问道 圣诞老人会死吗 钢铁直男赶紧安慰小朋友 当然不会了 他不是真正的圣诞老人 他就是假装的而已 结果成功地把这群小朋友给弯枯了 绝对是钢铁直男中的钢铁直男 不要钱的小心心记得点一下哦 我们下期再见